好冰喔 嗨 嗨 我是黑板 今天我来日月潭 不过我没有要去吃老街美食 也没有要去游湖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骑水上脚踏车 还有泡温泉 吃巴厘岛风格的餐厅 是不是很特别的行程啊 那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GO GO 下一第一个体验 我要来骑水上脚踏车 有看到它在这里吗 我现在来的地方是水色码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喔 清景泽休闲旅店 应该蛮好找的 我好像一直在骑脚踏车 之前我有拍过一集韩国的影片 是带大家去骑水上加空中的脚踏车 报道处就是在这个小房子里面 小鱼只可爱的小狗狗 诶 这边就是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 他们有独木装 有SUP立江 水上电动船 然后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可以来这个日出团会超漂亮 我现在要先穿救生衣 左脚先踩 左脚先踩 右脚跨过去 好 直接上去啰 好 好 好的 可以啦 有点勉强 有点勉强 但还是可以 这是可以动的吗 可以 喔真的喔 好 那还是动一下好了 好 站起来 好 哇 我的腿太短了 这样呢 好多了 我要出发咯 诶 等一下 我的出发很不顺利耶 我要怎么移动我的方向 这也是往前 往后踩 好 往后踩也可以喔 哇 哇 你看喔 我要出发了 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喔 属于有太阳 然后又不会太热 然后偶尔会有一点微风 但是又不会把我的头发吹得很乱 perfect 给大家看我踩的画面 它其实就是长这样 然后它就龙头控制自己的左右边 脚认真踩就可以了 日月潭近几年的水上活动 可能是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如果有来玩的话 其实除了搭船 还可以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游乐设施 如果你在洛宇松季节来的话 这一排就都会是洛宇松耶 先带你们去兜风喔 我们去那里绕一圈 这里心情会很好 你看现在有一点微微的风 这个其实是可以两个人骑的啦 呦呼 呦呼 大家好啊 还是要跟那个骑脚踏车有人打招呼 嗨 有人看到我吗 我是Heaven喔 还在这里跟大家自我介绍 WAP! 整个活动的时间有一个小时 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水域上面自由活动 然后工作人员就会在旁边看着你 虽然是蛮安全的啊 因为这里的水域也很平静 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 我就要回去岸上路 Wiii 谢谢 我上来了 美人鱼上岸 关美人鱼什么事不知道 接下来要去泡温泉了 我今天预约的是 富丽温泉大饭店的汤屋 距离刚刚的水色码头很近 你想要走路也可以的那种近 走吧 我们先去check in 进来汤屋里面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环境 哇 这汤屋超爆大 还有景观池耶 如果大家是比较在意影子的话 这上面也有帘子可以拉下来 然后再走过来这边就是 卫浴的部分 盥洗区跟厕所是分开的两间 看完之后我要来换衣服 我们去泡汤屋 耶 泡温泉了 好舒服喔 我今天进来的这一间是 双人汤屋 这里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事情就是 它的时间是120分钟2个小时 让你好好的泡 认真的泡 还有另外一个 我真的很喜欢它可以预约这件事 因为其实很多的汤屋 它都要看现场的状况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我确定那个时间 我要做什么事的人 所以光是它可以预约这一点 我就给它80分了 这边的温泉一样是 碳酸青纳泉 就是这种无色无味 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的温泉 目前看下来它唯一的缺点 应该就是因为它这个池子有点大 它的水其实没有到超快 所以大家一进来一定要马上放水 才可以让你的温泉时间更久 它这边有两池 像我现在泡的这个是温泉池 隔壁那个比较小的是冷水池 但是呢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去那个冷水池 好啦不然时间很多 我去看看那个冷水池 我刚刚还是有放水 啊好冰喔 我只能两只脚了 啊不然的话我会去 我好像是在这里是山温暖嘛 你现在冷一下这个都还是温泉好 好冰原我就饿了 我现在来到南头的巴黎岛 准备要来吃饭 隐藏在鱼池香山林里面的 乌布雨林巴黎岛主题餐厅 而且我现在走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停车场非常的方便 然后转过来这里 就是它的大门 它大门就很有异国风情 走吧 我们走过这个任意门 准备前往巴黎岛 一进来就超漂亮的耶 它在餐厅的门口 还保留很大片的户外空间 而且这左右两边全部都是发呆亭 真的是让你随便拍 现在都有度假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再往前走呢 这边还有石头的阶梯 旁边还有石雕 到处都浓浓的南洋风 我现在已经进来做好了 它的餐厅是在二楼 是窗户打开开的状况 而且我现在看出去的外面 旁边都有水池的灶景 氛围营造的蛮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 那菜单里面有包含前菜汤品跟主食 主食有屋中选择 然后都需要一层的服务费 后面还有一些是家点跟饮料 耶 我饿了好久 终于可以开动了 他们的汤有两种可以选用的 是东英宫去泰国一定要喝的 泰式海鲜酸辣汤 哦 它是很酸的那一种哦 另外一碗汤是不辣的 巴黎岛香料鸡汤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喝啦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喝酸的汤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东英宫的这个 然后我们点了主餐 前面这个是红咖喱鸭熊 因为很多人都推荐 好像它里面的红咖喱 是有一点点水果的味道 真的很水果耶 哦 这整个很火的菜 哇 这个是 不知道是红猫丹还是荔枝耶 是荔枝 它感觉是很多东西下去孔 熬煮出来的 然后他们的饭 这个应该是姜黄饭 我很喜欢他们饭有造型 好 吃看看他们的牛肉 它不至于到不好咬 但也不用想说一定要超嫩的那一种 整个都还算满意 然后它的跳蚕里面还有两个小菜 就是虾饼跟小芒瓜 耶 那我今天日月潭的一日游 就到这边结束了 之后大家如果有来这附近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今天的行程 来玩不一样的日月潭 好 吃看看 就好 吃看看 就好 吃看看 吃看看 就好 吃看看